大家好,今天4月8日也是复活节后第一个交易天 在庞大成交金额支持下,市场是大幅度抽升的 到最后恒指是报收26,236点 比对上天大幅上升了961点 成交金额很厉害了,2500亿,很久都没见过了 上升的原因其实是夹杂了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内地容许市公务基金到港投资 这是一个原因,促动了一部分的资金 南下产卖相对落后于A股大部分的H股 因为A股和H股有很大的水分 像中人秀那样,相差接近10元港元 有部分的资金的确在南下做投机性的罪捧 令市场的气氛比较刺激 加上在24,500左右看得比较保守的一些做淡的淡仓 没办法了,夹到眼泪水都飙了,真的要回保了 有部分看淡的大市而不能早前入市的话 有些基金亦都慌忙高追增持,怕落后于大市 令整个市场气氛在资金主导之下出现了明显的抛升 从技术上来说,由于恒生指数已经升破了去年9月4日高位25,362点 再向上望,就是2008年5月5日高位26,387点 这是什么指数呢? 记得金融海啸之前,香港恒指曾经最高见过 在07年见过31,958 之后就一直跌着,跌到大概20,500左右 然后由于技术上的反弹,上回26,387 再回头就直插谷底,谷底是10,676 那就是说26,387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如果能够破顶而上的话 上面可能27,500,28都不顶 这是短期的走势 后一个阶段的升势始终会更加凌厉 再说成交金额是走在指数的前头 现在有2500亿的成交金额 就是意味着更加高的指数还在后面 只要成交金额保持着 千多两千亿那么量力的话 整个大市将会处于续沉顶的形态当中 更加高的指数还在后面 千万千万不要股顶 近期的升势集中在大部分的 HQ差价股份 例如券商股 基建商鉴股份 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 我承认中间夹杂了很多投机炒卖的盛份 但市场一向都是这样 资金不入市的 多便宜多便宜的股份 都是不懂得动 到资金入市转用的话 很老实说 升势就不单只是基本因素 那么简单了 到后一个阶段 是技术上的势头是主导在一起的 所以只要成交金额维持到一个量 而一个量是这么大的话 整个市场将会处于一个 着沉顶的形态当中 这些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讲到这里不讲了 接着要上二十七老颁奖 明天收市之后再和你们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